穿著帽踢頭 低到不能再低 他是聯誼報與前老闆中文治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六號 因為涉嫌炒作特意石油TDR 被檢調約談搜索 中文治因為炒作六檔TDR遭到起訴 經過四年審理 一審法官認定中文治違法炒作 其中五檔套利四點九億元 以違反證交法判他十八年徒刑 同時啟動防逃機制裁定他八千萬交報 中文治上訴二審 沒想到二審受命法官 曾參與一審審理 不只是一審何一庭成員 還參與十四次的審理庭訊 並詢問相關證人 加上該法官在一審 就以犯罪嫌疑重大 裁定中文治五千萬元交保 若二審還是同一法官審理 人權協會認為 可能對被告作出不利裁判 雖然中文治申請法官迴避 但最高法院還是不回抗告 一個接觸過證人 已經審理過這個案子的法官 對這個案子會沒有定見 這個我們不相信 依照刑事訴訟法 第十七條法院 職員之迴避第八款 法官曾參與 前審之裁判者 因自行迴避 不過高等法院認為 受命法官僅曾參與 證據調查程序 及強制處分等裁定 並未參與實體判決 不符合前審之裁判 迴避是由 應該還是要迴避較為適當 中文治被股世界稱為傳奇 卻因為炒作股票 遭到重判 如今上訴二審 面對的卻是一審賠身法官 說是不用迴避 但就怕有不公平預斷 引發法界討論 三類新聞正想 廣農車廠 台北報導